现在是多功能切肉鸡切左中鸡 先将鸡腿肉切成条 这个规格是一寸大小的 就随便扔鸡把它切成条 切成一寸大小的条 因为多功能切肉鸡的刀片是用做扔鸡 不锈钢材料 就做高级刀具用的那种不锈钢材料 所以说鸡腿肉的筋跟末都切了短 一般便宜的切肉鸡 鸡腿肉的筋跟末都切不断 因为便宜的它不可能用这么好的材料的刀片 然后将鸡膀跟那个盘子拿起来 插上两块鸡膀一定要先停掉机器 千万不要开着机器去插着鸡膀 鸡膀插在最外侧的两个刀片内的里面 然后插上这个料斗 装上这个切成条的鸡腿肉 然后再加上一个斗 再装上鸡腿肉 一般这两个斗可以装一箱的鸡腿肉 全部装好后开动机器 现在切出来的就是一寸 一寸大小的左中鸡 一块块很漂亮很整齐 手工也不一切这么好的左中鸡 又快又整齐 这是多功能切肉机 除工牌多功能切肉机切出来的左中鸡 再继续用一个斗 然后再加上鸡腿肉的鸡腿肉 再加上鸡腿肉 再加上鸡腿肉